为什么你在家炸出来的蘑菇软啪啪的总是感觉没有饭店的酥脆好吃 那可能是你的方法没有搞对 今天就把我炸了30多年蘑菇的经验分享出来 这样炸出来的蘑菇焦香酥脆 即便是凉了也是嘎嘣脆 首先把清洗干净的蘑菇撕成小一点的块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下手抓拌均匀腌制10分钟 杀出蘑菇里面的水分 而且可以提前给蘑菇入个底位 接下来在碗中打入一颗鸡蛋 加入一勺普通的面粉 再加入两勺的玉米淀粉 淀粉和面粉的比例是2比1 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五香粉或者是13香都可以 先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让鸡蛋和面糊充分融合在一起 搅匀后再少量多次的加入清水 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握它的稀稠度 最后搅拌至像这样浓稠一点的面糊就可以了 这样才能更好地裹在蘑菇上面 再往里面加入20克左右的食用油 加入食用油可以使炸出来的蘑菇更加的酥脆 继续搅拌均匀 让油和糊充分融合在一起 这样我们的面糊就调好了 这个时候蘑菇也腌制好了 看一下腌出来了很多的水 切记千万不要用水去清洗 用力挤干它的水分 一定要把水挤干一点 这样炸出来的蘑菇才更加的酥脆 而且炸的时候不会崩 接着把挤干水分的蘑菇放到调好的面糊里面 用筷子搅拌均匀 让每一块蘑菇都能裹上一层薄薄的面糊 亲爱的朋友们 我都连续分享了几百道家常美食了 一直还没有得到你的小红心 这个视频就帮我点一个吧 非常的感谢 最后看一下果成像这样就可以了 只要面糊不往下流 就说明合适 起锅烧油 把油温烧至六成热 放上筷子猫密集的小泡泡 就证明油温合适 然后转中火 把裹好粉的蘑菇 依次的放入锅中 一个一个的下 防止粘连在一起 蘑菇在下锅的时候 检查一下 有没有裹上面糊 要不然炸出来的蘑菇 吃起来非常的油腻 全部下锅后先炸三十秒定型 再用漏勺勤翻动一下 使其受热均匀 全程保持中火炸五分钟左右 把蘑菇里面的水分炸干 一直炸到蘑菇表皮颜色微微发黄 接着把它捞出 再进行二次复炸 接着把油温升高到七成热 下入蘑菇复炸三十秒左右 这样才能达到外焦里嫩的口感 慢慢的蘑菇的颜色就会越来越深 一直炸到蘑菇的颜色 变成这种金黄色就可以了 接着捞出来控油 装入盘中 最后 根据个人口味撒上椒盐 或者是烧烤料 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炸出来的蘑菇吃起来 椒香酥脆 咸香适可 无论是下酒 还是当小零食 都非常的不错 喜欢你也赶紧去试试吧 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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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完